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您現在呢 選好了之後 這邊呢 您可以回到Place的首頁 現在呢 您進去之後呢 它在這邊就會有一個很大的NIM 有沒有 好 NIM 齁 那 它其實後來呢 也增加了 其實它一直在改變啦 所以 老師會發現好像市面上沒有看到介紹這個的書 對不對 網路上有一本電子書啦 有一本電子書 但是 它的版本 又跟這個已經 又有一些落差 因為我每隔一段時間 如果去教學一次 或者用一次 我就發現它又有新功能 所以這種書很難寫 因為你寫出來就又過時了 那它現在左手邊也有 就是資料主要的概念 比如說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去做分類 去做整理 那 老師呢 現在您可以按一個New 新的 它就打開之後 它就直接給你選版本 跟我們一般簡報一樣 你看微軟是先讓你選版本嘛 對不對 那它最大好處是它的版本 一段時間就更新 一段時間就更新 所以你隨時會有新的 那如果您是教育版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Logo不一樣 如果您不是教育版 這個Logo只有這樣 會有一點不一樣 好 進來了 您看到這邊 像這個都是拿最近出來的 最近出來的 那麼您也可以按More 就可以找到更多 對不對 那右手邊這裡是比較popular的 那您可以先挑一個您喜歡的 或者您覺得看得比較順眼的 假設我想要挑這個 比較順眼的 你就開始告訴他 我要用這個範本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範本 那當然其實 我會蠻建議老師 以後當你比較熟悉之後 幹嘛要給我範本 我就直接空白的直接做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這樣你各種幫助你的創意啊 有用範本還是會受限在那個設計師的 他的那個概念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沒關係 我們現在剛開始用 你就直接告訴他 我要用範本 點進去之後 就進來了 好 雖然您看到的是英文的介面 但是不會太難 不過通常 先注意一件事情 通常我會先怎樣 先玩一下 到底這個簡報是怎麼走的 不然你都不知道要放在哪裡啊 所以您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Present 就開始做簡報 好 我們可以來這邊按一下 好 這是他主要的 好 那往下進去 你就點一下滑鼠 點一下滑鼠就可以了 好 那或者按鍵盤上的Page Art Page Down 這樣也可以 或者您移到下面來 有沒有 移到下面來 這個就跑出來 這個回去 大致上是這樣是這樣 所以我目前選的 那你要離開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鍵盤上的ESC 或者是在右下角這一個 他就回來了 他就回來了 所以按鍵盤就回來了 這樣就回到您的那個裡面 所以您可以看到他左手邊這裡 目前總共有幾個 是有八頁 應該說八個步驟 好 八個步驟 那實際上都是同一個頁面 那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編輯 你不覺得左手邊看起來很熟悉嗎 很像炮灰嗎 對不對 好 那就麻煩老師 您先來選一個 您覺得看起來比較尷尬